高达一亿人的完结爽闻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我亲眼看见 未婚妻在办公室里 与贺文秀欢爱 心灰意冷的我拍下这一幕 向医院举报了柳如烟 她被停职 贺文秀因抑郁自杀 而我被柳如烟一刀捅进心脏 她说 文秀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重回一世 我听到18岁 的柳如烟在房间里恐吓 文秀 文秀 我和沈慈只是普通同学 我心里只有你的 我站在门外 手里紧紧捏着柳如烟的 癌症诊断书 加梦 加梦 想来关系好 临近高考 让我和柳如烟一起 去做了体检 可中途柳如烟接了个电话 她说有急事先回家了 只剩下了我在医院等报告 报告出来以后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而柳如烟查出 患上了白血病早期 我心里一慌 怕她承受不了 想先去告诉她父母 但在这过程中 上一世的我 重生到了18岁的身体 为我改变了行程 去了柳如烟家里 因为我很想知道 她所说的急事是什么 来了以后 我就听到了 她耐心哄别人的声音 此刻 里面传来了一些 男女暧昧的声音 原来她的急事就是这样 上一世 她就是从这天以后 开始远离我 爱上贺文修的 我和柳如烟是邻居 也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上一世 我爱惨了她 恨不得为她亲近所有 大家都以为 我们是指负为婚 我也以为如此 可她却突然喜欢上了 一个贫困生 她叫贺文修 她为了贺文修 偷家里的钱给她用 可她早连成绩 遗落千丈 命运逃客 也要去她家里 照顾她的爷爷奶奶 给他们端食端尿做饭 柳如烟 像被贺文修 吓了酱头一般 甘愿在最美好 最热烈的青春里 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可贺文修 根本不感激她这样 反而在得知 她有白血病以后 毫不犹豫就抛弃了她 转头就和白富美在一起 而我在知道 她白血病以后 第一次时间就联系了她 父母还把家里 准备买房的 钱偷了出来 都给了她治病 她治病期间 我一直在陪着她 我因此耽误了学业 错过了高考 她也是在这时候 提出要和我在一起 我以为她真的回头了 觉得自己做的一切也值得 后来复读一年 我考上的 却不是自己心意的学校和专业 而柳如烟却考上了北大 学习心理学专业 毕业后 还成为了知名的心理医生 在后来 我和她要结婚了 柳如烟却缺习了 我与她领证的日子 于是我便去医院找她 我亲眼看到 她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昏暗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心 突然碎了一地 我好痛好恨柳如烟 要是出轨的是其他人 我也许不会这样生气 可她出轨的是贺文秀啊 心灰意冷下 我透过门缝 拍下了他们私会的证据 然后把这些视频 全部发送到了 医院院长的邮箱里 因为我的举报 柳如烟被开除 没了工作 她因为品行不好 还被其他医院 拉入了黑名单 一辈子都没办法 再做心理医生 后来我还没等到柳如烟来 给我解释出轨的是贺文秀 就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柳如烟把她的死 全部推到我身上 那天她满脸怒血来找我 文秀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我只觉得很可笑 我怎么就害死她了 下一秒 她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如果不是你举报我 文秀就不会受到刺激 也不会自杀 我不甘示弱 难道不是因为你输不行 害死了她吗 还有你自己没有医疗治疗 抑郁症需要治疗 柳如烟你要到沙发上去 高中时你说和贺文秀 只是玩玩 我信了 可是如今现实告诉了我一切 你真让我感到惋惜 柳如烟争不过我 掏出匕首狠狠地刺进我的心脏 看到她那张恶毒的嘴脸 我好后悔和她在一起 好后悔为她付出的一切 还好老天让我躲过一劫 给了我一次后悔的机会 这一事我不会再犯傻了 不会再为了无关紧要的人 浪费青春浪费心血 我要为自己而活 毫不犹豫转身下楼 到楼下的时候撕碎 诊断书扔进垃圾桶 然后给柳如烟发了消息 我今天中途也有事走了 你有空自己去拿报告吗 我了解柳如烟 她是不会去拿 因为她认为自己身体没毛病 体检前 她还在说没必要体检 我身体搭搭好 回到家 年轻了许多的爸妈坐在沙发上 很开心的在商量什么 看到他们 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 他们看到我 和我说了最近家里要买房的打算 因为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 最近三个月要拆迁得搬出去 我想到上一世 我偷偷把他们准备买房的钱 给了柳如烟治病 他们努力了大半辈子的钱 就这样打水漂 以至于拆迁的时候 我们没地方住 更是没钱去租好的房子 一家三口只能挤在 又破又小又冷的屋子 我坐在他们对面 笑着说 好啊 是不是城边上那套 我家的经济有限 只能选择城边上的房子 因为便宜按街也能够负担起 那里周边有公交车 地铁 出行很方便 也不会影响到我上学 我妈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那你和柳如烟 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 我淡淡一笑 我和她本来就是普通同学 见不见都无所谓的 我特别喜欢柳如烟 我爸妈都知道 但他们一直都不怎么赞同 上一次我妈提醒过我 她说你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 给柳如烟家里 送点自己种的菜 可还没敲门 就听到了她和一个男生的声音 可当时我满心只有柳如烟 根本不信她的话 甚至为了柳如烟 和他们还经常吵架 我记得没错的话 前几天我才刚和他们吵架 就是因为他们说要搬离这里 我一想到那样 就和柳如烟距离远了 就不开心 于是我不同意 爸妈也很为难 儿子 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爸惊喜地说 审慈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我妈倒没有特别惊喜 是忧愁的 但愿她是真心的毕竟 她之前那么喜欢柳如烟 今天突然答应买房 我总觉得怪怪的 以往上学 我都会和柳如烟一起 但现在我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回家 我还把她所有的 联系方式拉黑了 不过 因为她住在我家楼上 难免有时候会碰上 就像现在 我正坐电梯 她也刚好进来 还问我 沈慈 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不和我一起了 我平静地回答她 最近忙说完这句话 电梯也到了 我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回到家 我妈告诉我 柳如烟最近每天早上 都来等我一起上学 但是我都走得走 她没等到我 从前如果不是我去等她 她是不会主动和我一起的 以前我围着她转 现在不了 她反倒不习惯 可是很快 我在朋友的手机里 看到她的朋友圈 都是关于贺文修的 她帮贺文修的爷爷奶奶 洗衣服 做饭 甚至主动揽下他们的工作 逃课去菜市场 帮他们卖肉 在我们争分夺秒学习的时候 她在做这些事 后来我听说 和柳如烟要好的朋友 看不下去她这样 跑去菜市场劝她 可她不听 反倒还说 来都来了 买点肉再走呗 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学校 朋友江宇拍了拍我的肩膀 打拒道 你和柳如烟怎么回事啊 怎么她最近都不来学校 你还不明白吗 柳如烟和我只是邻居 我和她以前只是关系好 但从未在一起过 她没说过喜欢我 我也没有说过喜欢她 所以不存在分手 江宇一脸惊讶地说 相遇不幸 放屁 你骗别人还行 可我是亲眼见证过 你俩恩爱的 你发烧了 柳如烟冒着大雨给你送药 还会用自己 亲手编织的围巾送你 而且为了和你一个班级 她差点跪着求班主任 你现在给我说只是邻居 鬼才信呢 我听着江宇这些话 突然想到上辈子的那句告白 是我在柳如烟病床边得到的 小依旧正报 你们这不是关系好 而是暧昧 还差句告白而已 我听着江宇这些话 突然想到上辈子的那句告白 是我在柳如烟病床边得到的 那段时间我为了她 家里医院两头跑 根本休息不好 柳如烟见我这样 心疼地抚摸我的脸说 审慈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激动得不行 认为自己得到了全世界 可现在才明白 那时候我以为她喜欢 只不过是柳如烟对我的愧疚 后来她认为对我的愧疚 就又和贺文修私混在一起 甚至为了她毫不犹豫把我捅死 相遇一个柳如烟而已 有高考重要 已经走过一遍的烂路 我才不会重蹈覆辙 这一事我只有两个目标 远离柳如烟 成就自己 晚上我还在和爸妈吃饭 突然就听到楼上传来摔碎 东西的声音还有吵架的声音 我妈一边加菜一边说 到处都传开了 柳如烟为了一个穷小子逃课 帮她照顾爷爷奶奶 还在菜市场卖肉 和我爸都在悄悄观察我的身姿 我淡淡出生 也许她太爱那个人了吧 不然为什么上一世为了贺文秀 宁愿把我杀了 反正和我没关系 我心里只有高考 此话一出 突然传来敲门声 我妈刚打开门 就看到是孟阿姨拖着柳如烟 柳如烟被打得脸都肿了 头发凌乱 我妈当场就愣住了 又不好不让人家进来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一幕 柳如烟低着头站在客厅里 孟阿姨坐在沙发上和我妈说 柳如烟从小就和你家沈慈关系好 我也只认定沈慈当我女婿 这次柳如烟完全是被那个卖肉的穷小子给迷惑 我今天来就是想让她给沈慈道个歉 说着她呵斥柳如烟过来给我道歉 我妈急忙阻拦 哎 你这是气糊涂了吧 柳如烟和谁交往和沈慈有什么关系 而且柳如烟有自己的自由 她想和谁在一起都可以 怎么就扯上沈慈了 我爸也跟着说 对啊 沈慈最近都忙着学习 好久都没和柳如烟一起了 柳如烟愤愤愤道 妈 我和沈慈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我只喜欢喝文修 我妈又接着说 孟妈妈 你听到了吗 孟阿姨气得脸都绿了 说不出一句话 只好带着柳如烟离开 她离开后 我妈和我爸吐槽 孟阿姨真的是无理取闹 仗着几块巴的邻居关系就胡言乱语 非要把我和柳如烟绑在一起 她说这个家得几块巴 我也这样认为 我爸妈买的是金装房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搬家这天 老天仿佛都在为我们庆祝一般 送给了我们一个 艳阳高照的日子 我和我爸妈 一直在往卡车上搬东西 我发现孟阿姨 躲在楼上窗户那 偷偷观察我们 我想是因为那天的事 她不好意思下来 可柳如烟出现了 脸上还带着些被打的伤痕 她眼底都是诧异 走过来问 审辞 你们家这么早就搬走吗 我笑着回答 对啊 省得你妈又来找我们麻烦 她脸上有些窘迫 急忙解释道 对不起 其实是我妈她话都没说完 可柳如烟还没说完 我就打断了她 柳如烟 你不用解释 我记得那天 你说了和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不用解释的 柳如烟脸色很难看 半天吐不出一句话 我正想和她终止 这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话 却在她身后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贺文修 她穿着洗的发白的外套 躲在巷子后观察我和柳如烟 于是我故意和柳如烟 站得近一些 让外人看来 我和她很亲密一般 柳如烟继续说着 审慈 我才发现 你把我微信和电话拉黑了 你是在生我气吗 其实我们还能做朋友的 毕竟以后在学校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 我觉得她的话可笑至极 冷哼一声回答 柳如烟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不会因为一个不熟的人生气的 别说是朋友 我连同学都不想和你做 等以后考上大学 大家都散了 也就不用联系了 我的话很绝情 柳如烟的脸色 一点一点缠了下去 上一世 我总是跟在她身后给她做美 可现在我非常清醒 我和爸妈刚准备离开突然 贺文秀冲出来抱住了柳如烟 她眼睛红红地对柳如烟说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真的爱你 这可是大白天而且还是在 早上楼下路过的都是熟人 我抬头一看孟阿姨的脸都绿了 没一会她就冲了下来 像个疯婆子般 狠狠扯开拥抱着的二人 然后吧 贺文秀推倒在地上 还一边大声怒骂 你这个穷玩意离我女儿远点 柳如烟平时最爱面子的 面对这样的事 此刻脸上都是羞愧 发现我在看她 她脸色更难看了 我这脸就跑了 只剩下了坐在地上 无助的贺文秀 已经面色气得战红了孟阿姨 周围的人都在看好戏 我妈一边摇头一边说 诺妈妈平时那么温柔之心 因为柳如烟却成了个泼妇 我爸也是看热闹不嫌是大 这次脸丢打了 我被逗笑了 虽然这时候嘲笑别人有些不好 但回想到上辈子 我只觉得柳如烟是活该 这是她的报应 搬新家以后 一切仿佛都好起来 模拟考试我取得了好成绩 爸妈都很开心 说我一定能考上新一的大学 他们这样一说 让我整个人都正重起来 对于别人而言 高考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 可在上辈子 那就是我的噩梦 当时我紧张的满头都是汗水 明明之前复习过的知识 那一刻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只能拼命去想 写了一次又一次 然后又用笔画了一次又一次 后来我与新一的大学实质交臂 只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学 上一世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 在最后的时间里 我一定要让自己有十足的底气 去参加高考 爸妈非常支持我 他们找熟人介绍了一个名校的大学生 他叫简婷 是当年的理科状元 理科状元就是不一样 能把纸上枯燥乏味的题 讲得那么有意思 让人爱上做题 放完假我回到学校 发现校园表白墙上 有人匿名投稿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上次我搬家时 贺文修被 柳如烟妈妈推在地上 而柳如烟却跑了 下面的评论炸了 我真的大开眼睛 柳如烟不是很喜欢贺文修吗 怎么还抛弃他了 一楼的话我不赞同 柳如烟明明和审慈才是一对 谁不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 之前还每天一起上学放学 看视频柳如烟好像 确实不怎么管贺文修的死活 盲猜这视频是审慈拍的 我和他一个小区 那天他加班 我看到他也在场了 该不会是故意发的 想把柳如烟抢回来吧 我皱了眉 怎么就放个假的时间 又吃我头上 真是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上课的时候 班主任严厉批评了 校园墙上的势力 现在是最重要的阶段 你们给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不要给我搞什么狗血三角链 这话明里暗里都是在说我 于是我立马举手 老师 我想换个位置 班主任被打断 有些烦躁 看了看我后桌的柳如烟 最后还是给我换了一个 距离柳如烟很远的位置 下课后 班主任找到了我 问我那个视频是不是我拍的 我直接否认 并且立马联系我爸 让他去找物业 调当天的监控 下午 我爸带着监控视频 风风活活赶来 他一把将手机放桌子上 里面的内容 正是我们搬家那天的视频 当时贺文修被推在地上 旁边围了很多人 而我站在人群外 只是看了一眼 就和爸妈离开了 根本没有拍过视频 我爸愤愤道 老师 我对天发誓 我儿子和柳如烟只是邻居关系 而且现在我们都搬家了 我儿子整天在跟着家教老师学习 根本没有空 去拍这些证据 已经摆在眼前 班主任也是面露愧色 给我道歉 然后回去澄清这件事 校园墙上的视频 很快被删除了 学校查到 这视频竟是贺文修自己找人拍的 只是为了在大家面前求同情 让舆论引到我身上 因为他知道柳如烟和我是青梅竹马 他嫉妒 这些都是我的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 他叹了口气说 遇到这么个青梅竹马 你也挺闹心吧 毕竟躺着都能中枪 我内心苦笑 何尝不是呢 或许柳如烟就是我命中的结束 这结过去了 我才算真正的重生 身上的工作服和头盔都还没来得及换 身上都是灰 脸上带着疲惫 我想应该是刚从工地回来 我突然觉得贺文修真的太做了 他父母这样辛苦 他还要在学校故意惹事 贺文修的班主任 给他父母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表示这次因为发在了校园墙上 很多同学都看见了 非常影响学习 让他们一定要和贺文修好好沟通 贺文柱爸爸听到这些 气得当场给了贺文修一巴掌 我们在外那么辛苦 你就不能听话一点 搞什么早恋 贺文修不服气 也打了回去 两父子很快扭打在一起 办公室的老师都在拉他们 这时柳如烟突然闯了进来 一边哭一边扯开他们 别打文修 下一秒他就被误伤了 不知道是贺文修还是他爸的拳头 砸在他的脸上 他当场就流出了鼻血 而且还是血流不止 所有人都吓坏了 急忙送他去医院 而我全程都没动一下 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流鼻血 第二天江宇就带着八卦消息来 他说柳如烟检查出白血病 他父母不相信这个事实 哭得死去活来 转眼就把贺文修一家告上了 说他们故意伤人 这事都传开了 大家都说柳如烟和贺文修是一对 不过前段时间不是还在传 你要抢回柳如烟吗 我低头看说 没好气道 你是小子 专心读书吧 怎么和女生一样这样八卦 做尽坏事的人 老天爷自然会惩罚他们 根本不用我动手 柳如烟因为生病没办法来 学校上课也没办法参加高考 同学们觉得他可怜 去探望过他几次 但我没去 我只听说他在医院状态还挺好的 因为还在初七 没做化疗 他就每天躺在床上玩玩手机 等着孟阿姨为他吃饭 而贺文修也为了他和自己家里闹掰了 每天旷课去照顾他 柳如烟还对同学们炫耀 文修是这世上最爱我的男人 能遇上这样好的男人是我的福气 大家会觉得他有福气 可只有我知道贺文修最后会抛弃他 不知道那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同学们回来还问我 审慈 你真的不去看看柳如烟吗 你们以前关系那么好 我低着头看书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的道 忙着练题呢 没空去 而且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对此他们也不能说什么 高考将近 每天都有试卷练习 放学回家还要忙着复习 他们也是如此 不过放学的时候 我还是听到了有人在嚼舌根子 几个同学围在一起 说我太冷血了 柳如烟生病都不去看 他们只知道我和柳如烟 青梅竹马和我暧昧了很多年 所以他出事我就必须要去 可他们没见过柳如烟出轨的模样 也没见过柳如烟 亲手捅我的模样 我刚想走过去 江宇跑过去大声道 柳如烟不是遇到好男人了吗 他有好男人就够了 和审辞还有什么关系 此刻我觉得江宇就是我的嘴 干得漂亮 贺文修因为经常旷课 被学校通报了 如果再犯即将面临开除 贺文修站在台上 一脸可怜巴巴的模样 老师 我女朋友生病了 我没办法 此话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有人说他真是个好男人 为了柳如烟甘愿付出一切 也有人说 他这样是在带坏其他同学 毕竟都是高中生 最重要的是学习 校长气得不行 你心思根本就没在学习上 我看还不如退学算了 贺文修也不甘示弱 不服气道 退学就退学 谁稀罕啊 我在台下笑出了声 不知道在几年后 大家都功成名就 有了自己的车子 房子和一定的积蓄的时候 贺文修会不会很后悔 说出这句话 但此刻的贺文修 是不会后悔的 就像校长说的 他的心思根本没在学习上 第二天学校发出了 他被开除的通知 我看了一眼 他发了一张图片 图片里是他在病床上 和贺文修的手十指紧扣 贺文 我这辈子都不会松开你 江宇现在已经不占 我和柳如烟的CP了 变成了柳如烟 和贺文修的黑粉 他愤愤道 真恶心 我一言未发 只是低头继续写作业 我以为就这样 可以安稳地等到高考 但这天下午放学 孟阿姨突然找到了我 他在公交车站找到了我 一把拉住我的手 卑微地祈求着 沈慈 就到阿姨求你了 你去看看柳如烟吧 她的病情加重 最后的愿望 就是想见我一面 我觉得很奇怪 柳如烟不是那么爱和文修吗 怎么又想见我 我把孟阿姨的手 一点点推开 阿姨我又不是医生 去了也不能治好她的癌症 你才是最需要去的人 你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孟阿姨对我点点头 你说的对 一时半会说不出口 孟阿姨又拉着我的手 沈慈 你还有没有姓柳如烟 好歹也和你相识一场 说着她又跪在地上哭了出来 我心里想着 看一眼就行了 看了就走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把姜雨喊上 柳如烟的病情确实加重 她头发没了 带着厚厚的毛线帽 脸颊也凹陷了进去 此刻闭着眼睛 就像个僵尸一般 空气中还弥漫着突兀的味道 姜雨看了这一幕 就像看了鬼一样 她捂着嘴转身就跑了出去 而我就站在原地 柳如烟这副模样 上辈子我看过 那时候我多心疼她呀 每天给她端食端尿 陪着她化疗 即使是她吐我身上 我也不嫌弃 还在心里祈祷她 快点好起来 此刻柳如烟又吐了 孟阿姨哭着给她亲了一口 听到她这句话 我只想说 她上辈子确实罪孽深重 吐完以后 柳如烟才看到了我 她眼睛一下就红了 吃力地坐起来 然后努力地对着我笑 我走过去笑着说 柳如烟是孟阿姨找我来的 你一定要正坐起来 到时候好参加高考 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只有我知道 这些话对柳如烟的打击有多大 因为我很了解她 以前她或许不会觉得 高考的重要性 但人一旦病了 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就会拼命地想和正常人一样 果不其然 她愣了几秒 我又继续说 千万不要气馁 你还有贺文修呢 为了她也要活下去这句话 更加打击到她了 她满脸痛苦 贺文修就是个渣男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 你能不能原谅我呀 我扯出大大的笑容 柳如烟 我们是同学 我不会记仇的 我又加重了同学这两个字 为的就是告诉她 我和她只是同学 仅此而已 我花音刚落 柳如烟一下倒在床上抽搐 孟阿姨一下的脸都白了 急忙叫医生 后面又去探望柳如烟的同学那里 打听情况 说是贺文修什么的 贺文修一开始也只是不想上课 想摆脱父母才去照顾她 可没想到照顾了一段时间 她就后悔了 觉得好恶心 好脏 临走前还骂柳如烟是个病秧子 瘦成了鬼 浑身一股死人味 柳如烟气地大骂贺文修 亏我对你那么好 贺文修不要脸地说 是谁规定你对我好 我就要对你好了 而且我已经人之一尽 还免费照顾了你 你以为我会和审辞一样那么傻 跟在你身后那么多年 柳如烟当时就气不成声 曾经大家认为的好男人形象就此崩塌 大家又开始帮柳如烟说话 说她真可怜 如果要是和我在一起 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 我急忙说别扯上我 江宇也帮我说话 对啊 柳如烟都那副模样了 根本配不上审辞好吗 同学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班主任进来 让不许再议论这件事 一旦发现会被处分 因为这段时间 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太多同学 后来我听说贺文修找了个好工作 工资很高 就在我疑惑是什么工作的时候 江宇告诉我 贺文修和她一个有钱的表姐好上了 在做她的情人 真的好恶心 他他妈的好好的人不做 好去做鸭子 听到这话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贺文修找的白富美 就是审辞表姐 怪不得当初那么有底气说退学 则则 高考那天是个好天气 我凭借着简厅教给我的做题技巧 很轻易就做出了那些题 这辈子我努力地拯救自己 我想不会再和上辈子一样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新一的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后 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 也是自己新一的大学 这一刻我的命真的改变了 而江宇只考上了个普通的二本 对于他而言 这个成绩很差 但他的父母很开心 觉得他已经很了不起了 本来都以为他只能考个专科 他的父母支持他去上 可他自己还想选择复读 努力一年考和我一样的大学 他想发展得更好 他父母当然支持他 后来开学不久 我才从江宇那里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他已经康复回来复读了 但是成绩跟不上 这次模拟考在后两百名 我不怎么关心他的使用知识 呜了一声 江宇又接着问我 你和简厅怎么样了 我笑出了声 看着刚从学校出来的简厅 应该快了 哎呦喂 大姐姐和小奶狗的恋爱一定很不错 我和简厅读的大学是在一个城市 本来高考后我和他不会再有联系 但他在这期间一直找我约我出去玩 我不傻 知道他对我的心思 而我也在他给我辅导的那段时间 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会关心我的情绪 会给我送自己手工礼 也会记得我的生日 回过沈简厅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这一次我主动拉起了他的手 他很惊讶 也很开心 脸也红了 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呢 他说很久了 我以前和你是一所高中的 只不过比你大两届 那时候你才高一 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 我看见你打篮球真的好帅 那一刻对你一见钟情 可我从同学口里得知 你有喜欢的人 所以我一直把这份爱藏在心里 直到命运再次让我们相遇 我发现你没有和柳如烟一起玩了 所以就大胆了一次 我笑着揉揉他的头发 那看来是蓄谋已久呀 他也笑了 过年的时候 我带了简厅回家 我爸妈这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 急忙去房间里包了个大红包 简厅不要 我拉着他的手 一定得要 这是对你的认可 我妈这样说 他不好再拒绝 笑着收下了 下一秒门铃声突然响起 我爸开门 是柳如烟一家人 提着很多礼品 柳如烟头发长了一些 脸上也有血色 他的眼神和我对望 我猜他们应该是来求和的 所以在柳如烟刚想说话的时候 我找了借口 拉着简厅从他们身边挤过去 我带简厅去逛街 去买衣服 去看电影 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晚上把简厅送回家 我才回去 本以为柳如烟已经走了 却没想到 还是在电梯门口遇到了他 沈慈你也回来了 对吧 我正主发现 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眼底已经没了 这个年纪的志气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惊力沧桑的眼神 柳如烟真的回来了 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毕竟在上一世 他是杀害我的人 我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 柳如烟上前一步 沈慈 我是心理医生 你瞒不过我了 他微微眯起眼睛 你放心 我不是来杀你的 我是来给你道歉 上辈子贺文修 不是因为抑郁而死 是因为他得罪了一个富婆 才被弄死尾 造成了自杀 他从头至尾也没爱过我 只是想要我的钱 后来我才发现 他在同时 给很多富婆当情妇 沈慈 我真的对不起 我好后悔 那么冲动杀了你 一直以来 爱我的人只有你了 你原谅我好吗 原来柳如烟 没有我想象中的聪明 他作为心理医生 心思暗里 很确还是被贺文修给骗了 但我还是不会原谅他 也没有办法去原谅他 上辈子 我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努力攒钱 只是为了给柳如烟 一个好的婚姻 为了他 我还放弃了 出国深造的机会 和他结婚 我精心挑选日子 一大早就去明镇局门口等着 可我等到了中午 他都没来 电话也打不通 我以为他在忙 没想到忙着和男人欢爱呢 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么多年 我都在自作多情 他根本不爱我 我也五不热他的心 我看着面前 曾经那么喜欢的人 此刻只觉得恶心 有如烟 我恨透你了 说完我便离开了 有如烟在我身后 哭得越来越大声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审辞我对不起你啊